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這期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頗長 總共有A至F六拍 也要少時間講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叫你Solve the Foreign Exponential Equations 再擊破 先看看A拍B拍 拿單案子出來再講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好先進 放定題目在等你 看著來做 不用騎來揭去 不過我未做這六拍數之前 我才想講一講 其實我等一下會用一個技巧 不如我在螢光幕的右邊寫給你 拿一支綠色筆 你會比較好 如果 我舉個例子 我這裡有一個叫二的人仔次方 是等於二的九次方 如果我有一個問題給你 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等式給你 那就是說 人仔是多少呢? 數值 價值 其實也很簡單 拿一支顏色給你看 你會更加清晰 更加舒服 因為大家的底 等候兩邊都一樣 基礎都是二 看到嗎? 最自然而 你對的位置 當然會對回 index 位 所以其實橙色位 就是對回橙色位 所以簡單來說 下一步我就會這樣寫 所以其實你也會知道 那個人仔 傻的也會知道 你對回橙色位 其實就是狗 明白嗎? 可以說什麼嗎? 合理 對呀 其實我們等一下就在用這個技巧 簡單來說 就是說如果底 你會發現大家都一樣 左右兩邊 如果他告訴你是一樣的話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橙色位 這個人仔和狗 這兩個橙色位 就是一樣 所以 人仔等於狗 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嗎? 怎樣應用這一招呢? 不如我們在這裡看 A拍 其實他現在說 3的2x次方 再減5 就等於27 Mr. Wang 你怎樣用這一招呢? 現在用給你看 左邊我沒有做過事情 3的2x次方 減5 右邊 27 我會怎樣寫呢? 27其實可以寫成為 3的3次方 原因就是3399327 我不知道你看到沒有 我看到了 我看到 你會發現 如果我用黃色卡拉 給你 左右兩邊等好 你會看到 底下的一樣都是3 是嗎? 自然然 現在你要對的位置 是哪個位置 當然就是橙色位 就是 2x減5 就對回這個3 是嗎? 所以 換言之 其實你也得出了一個結論 立刻你可以寫 就是 2x減5 其實就是等於3 合理 因為底下一樣 都是3的黃色部分 所以你也 等同於對回那個index位 互相對於橙色位 就是2x減5等於3 明白嗎? 我正在用剛剛教你的這一招 是不是? 好了 之後繼續去 所以其實 就是2x 在這裡 減5 調到旁邊 所以 3加5就是8 乘2 就變隨2 所以簡單說 最後的x就是8 8 over 2就是4 就是整件事搞定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下B匹那裡 不怕 最重要獸 又是繼續用這一招 可以嗎? 抄的題目先說 就是5的2減3x次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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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寫成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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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個index界的定義 左邊我照抄 轉一支藍筆 左邊我沒有做過東西的 我照抄就是5的2-3X次方 而右手邊這裏什麼是1 over 其實1 over就是負index 記不記得我說過 所以藍色部分照抄 而1 over就是負index 我用一個符號紅色給你看 我不知道你看到沒有 我就看到一些東西 我又再一次看到 是不是可以用這一招 那就是大家的黃色部分 看到嗎 就是底部大家一樣都是5 那自然現在對著哪個位置 你自然對著的就會是 橙色部分 就是2-3X 當然就是對著4的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就是 換句話來說 下一步我就會再寫下去 就會是2-3X 當然就會等於 -4 所以最後 終極答案 都差不多呼之欲出 我就會把 把這個-3X 調過去變加3X 把-4調過去變加4 所以簡單一點說 左手邊這裏是6 右手邊就是-3X 調過去變加3X 就是3X 好了 乘3 調過去變成3X 所以6超過3就是2 等好左右兩邊 倒轉寫的情況下 其實X就是2 整件事搞定 OK 可以嗎 我都先Copy了個 屁股給你 Carry下去下一頁 因為不夠位 拿張新的單字 好嗎 Cpart D 在這裡 我也放下屁股給你 對著來做 你會方便一點 好了 繼續去了 至於Cpart 不怕夠 繼續在用這條 就是 3的2再減X超過2的次方 就會等於開放跟27 二事一上 如果你給我做 左手邊我打死都不動 就是3的2減X超過2次方 而右手邊 27我們可以變成什麼呢 聰明的你都知道 應該就變成3的3次 所以就是3的3次 還有一個開放跟 在這裡 繼續 左邊我都保持不動 就是3的2減X超過2次方 而右手邊 什麼叫做開放跟 轉回去做指數 Index 所以就是超過2 所以簡單來說 整個東西就是3的3超過2次方 而事實上 今次你都再次見到 拿支黃色highlight給你看 你會更加舒服 就是大家的底部 底部的基礎也是叫3 那麼那個橙色位 現在對哪個位呢 都幾明顯 就是對2減X超過2 還有就是對這個 就是3超過2 所以其實在這裡 你給我繼續做下去 就是抄個橙色位下來 就是2減X超過2 對回Index位 就會等於3超過2 是不是完全全都在用我這一招 所以在這裡 你會發現 如果你熟了這個技巧 當然不太難 你不熟 當然出事 把隨意調到旁邊 變成2 所以 乘2過來 就是乘比整個東西 就是2減X超過2 記住不要漏了 就是等於3 然後我們就會將 乘2 乘2 乘2進去兩個箭序 拆括弧 所以第一個箭序 就是2如4 而第二個箭序 就是 跟這個2 跟這個2約了 就是正負一負 就是負X 好了 就會等於3 所以最後 將-X調到旁邊 加X 將加3調到旁邊 變3 就是4-3變1 等好最後兩邊 調轉寫的情況下 X就是等於1 整件事搞定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加入D part D part在這裡 D part看看他問什麼 一定都是說真的 都是用這一招 他現在先插一下題目 就是1 Over 好 下面的東西就是 2的1-2x次方 就會等於4的x over 3次方 而事實上 在這裡 因為我看到 我特意拿著紅色筆給你們看 是否見到1Over 大了頂紅色沒有在這裡 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看到是1Over的話 那就是出負指數 所以這裡你給我 就是2的 哎呀 先轉一支筆 對 藍筆 就是2的 藍色部分照抄 就是1-2x 當然 負指數我先給他一個固埔 負指數 1Over就是負指數 所以前面放一個負 明白嗎 然後右手邊 就會等於 好 右手邊我做些小手腳 其實4可以寫成什麼呢 22如4 所以就是2的2次 就是4 這塊4 是不是就是這塊 然後外面 不要忘記還有什麼 在這裡 就是x的 over3 次方 所以我們怎樣處理它 其實我當然是把外面這個x over3 x over3次 整個扔進去 根據Law Vindex 當然 你扔進去的時候就是2x over3 所以下一步整個東西就要怎樣做 我們來的了 我先拿著綠色筆 先處理左手邊 先把負號 扔進去兩個箭嘴 插庫 所以其實 左手邊就是2的多少次方呢 如無意外 先處理第二個箭嘴 就負負得正 就是2x 好 第一個箭嘴扔進去 負正一負 就是-1 好 右手邊 你扔回x over3進去的情況下 就是2x over3 所以就是2x over3 好了 之後你也會看到 再一次呈現了些什麼出來 這個圖案就是 大家的底部一樣都是2 你對到位了 所以你這次要對的東西就是 橙色部分 就是2x-1 還有就是2x over3 這兩個橙色位 大家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簡單的說 就是2x-1 就會是等於2x over3 把脫衣服調到旁邊 變成3 換言之 就是3乘2 2x-1 就等於2x 把3擦括戶 扔回兩個箭嘴進去 製作好 所以如無意外 你會看到第一個箭嘴就出 3 2如6 就是6x 第二個箭嘴 就是3乘1 就是3 就會等於2x 好了 最後剩下一點點 把2x調到旁邊 減2x 加2x調到旁邊 減2x 就是6x-2x 就是4x 好了 2 先寫好一點點 4x在這裡 好了 等於 等於 將減3 調到旁邊 變成3 所以 其實就是 等於3 所以最後是終結答案 X留在這裡 乘4 調到旁邊 就變成4 所以就是3乘4 終結答案都應該是這個 OK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進去最後兩部分 就是 E部分和 F部分 好了 下一張答案 當然 我也留下一個 屁股給你 等你們看著來做 可以 放回去 好 E部分 先轉一支筆線 就是7x加2次方 再加7x 就會等於 350 這個我會怎樣處理它 不知道你們看不見 先處理這塊 7x加2次方 你會怎樣理解呢 我會理解成為 7的2次 就 再乘以 7的 x次 你想真些 如果這塊 底部一樣是7 那你是不是可以 中間是乘 所以 你是不是把兩個底 結合做7 然後 2次和x 的次方就是 2加x 就是x加2 那是否還原到這塊 所以其實這塊 可以這樣寫 明白我在說什麼 然後再來 再加 就是7x 就會等於 350 我照抄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 現在我看到一些東西 這裡 我給你一個色彩 讓你舒適一點 看不見到 我拿一支綠色筆 你會舒適一點 看不見到 現在這裡有個 7的x次方 這裡有個 7的x次方 所以 如果你看到的話 就發達了 簡單一點 說 你現在這塊 其實就是 7的2次 就是49 來的 就是說這裡 算了 我在下面才再來 免得跳得這麼快 7的2次 其實就是49 再乘以7的x次 就再加7個x 照抄 就等於350 寫多一部給你看 你會看得舒適一點 再來 說一說 這裡見到有個 7x次方 再加後面也有個 7x次方 但你不要忘記 這裡是49成 成個綠色東西 就是有49個綠色東西 再加一個綠色東西 那就是有多少個綠色東西 49個綠色東西 再加一個綠色東西 那就是有50個 所以其實就是 50個綠色東西 就是7x 所以我都給你足夠的 卡拉 讓你舒適一點 好嗎 所以其實在這裡 如果我們繼續下 那麼 右手邊就是 350 是不是 好了 所以最後 把乘50 調過去 除50 所以就是 留下7x 我不再給綠色卡拉 那麼 右手邊就是350 就這裡 乘變除 就除50 350除50 那當然就是 是7來的 要約一約 是不是 那麼7就是什麼 就是7的一次 7的一次就是7 我多手寫一次 在這裡 為什麼我要這樣寫 原因我不知道你看到 我就看到了 看到嗎 又再一次呈現 就是大家的底一樣都是7 是不是 而橙色部分 大家對的位是哪個 就是x位 看到嗎 就是x位 對1位 大家的index位相對 所以最後答案都呼之欲出 就是說x就等於1來的 OK 整件事搞定 好 至於最後去到F拍了 本條題目最後一拍 是 真是開心 搞定他 KO 好 所以在這裡 就是2x次 再加1 就再減2的2x次 再減1 就會等於24 我怎樣處理它呢 其實我就首先 把這個一次方出來 我可以怎樣寫 留心 我先處理這個東西 我就會寫成為 2乘以2的2x次方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寫呢 留心 這裡沒有寫任何的指數 index就是1 2的一次就是2 所以其實這個有個1在這裡 中間是乘 大家的底部一樣 都是2 所以如果你結合它的時候 就是什麼來的 就是1次這個位 就是1加2x 不就是2x加1 就是這個位 就是說整個這個 就會等於這個 合理 是不是 好了 前面解決了 再減後面 後面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東西 我又想處理一下它 2的2x次 我照寫 減1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我寫下才慢慢跟你解釋 就是 over 就是2 其實就是什麼意思 你想真點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 原因 大家的底部一樣都是2 看到嗎 如果你把它結合了 就是2的幾次方 中間是除 所以就是 沒有次方 沒有次方 就是1 2的一次就是2 所以就是隱藏了1次 所以 上減下的情況下 把index位 就是2x 再減1 所以 其實就是2x減1 所以就是2x減1 是不是真的說 這裡整個東西 是等於這個 合理 我先這樣寫 就會等於 24 我不知道 你看不看到 看東西的角度 再 多寫 一點點給你看 好嗎 因為有個隨意都不漂亮 不如我全色怎樣 配戴它乘2 所以 我左邊乘2 左邊乘2 右邊乘2 所以為何是24乘2 就是48 我先不寫這邊 這邊乘2 就是 我不跳 算了 寫大一點給你 就是2 再乘2 2乘2 2的2x 再減2的2x 就over 2 就等於 好了 右邊也要乘2 因為左邊 無端端乘2 右邊就乘2 24乘2 就是48 好了 在這裡 為何我要左右兩邊 甚麼都不成 為何特別要乘2 原因就是 我想扔回去 兩個箭櫃插回去 如果你兩個箭櫃插回去 的情況下 第一個箭櫃出 4 2乘4 再乘2 2x 好了 再減 第二個箭櫃就正負得負 即是減 就是 這個2 和這個2 剛剛抵消了 所以其實不是出 甚麼來的 就是 2的2x 就會等於 48 而事實上 今次再一次 你會看到 我拿一支綠色筆 你會看得更加舒服 就是 這裡有四個綠色物體 就是2的2x 再減1個綠色物體 就是2的2x次方 所以 4個減1個 就是剩下多少個 當然剩下3個 所以其實就是 3個綠色物體 就是2的2x次方 然後再給你一個綠色色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先弄好一點 對 就會是等於甚麼呢 就會是等於 48 把乘3 調過去變成 除3 所以48除3 就是16 所以其實就是 2的2x次方 不再給你一個綠色色 就是48 over 3 所以其實就是16 所以 在這裡 我馬上問一個問題 16 就是2的多少次方 你不難發現 左邊我照抄 2的2x次次 右邊就是 16 就是2的4次方 2月4月 8月16 所以你不難看到 其實這次 你又用到我 這一招 其實你會對回位 大家的黃色底 這個基礎都是2 而橙色部分 就對回橙色部分 那橙色部分是甚麼呢 這裡就是2x 這個就是4 所以其實真的簡單說 最後你會看到 其實它就是2x 根本上就是等於4 那橙色部分 大家相對 所以最後乘2 調過去旁邊 隨意 所以其實就是 換言之 這個x 剩下的就是 4 over 2 4 over 2 就是弱了就是變2 終極答案就是 x等於2 OK?行不行? 好了 那就查查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給你一個CD part的答案 這個就是AB part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